今天是9月20日,時間11點到2點 還有一小時明天,明天9月21日 剛剛看完連登,其實都習慣了 總之每逢星期六日,之前那晚一定有些白色恐怖新聞爆出來 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自己自行分析 有一宗都挺實在的,就是一位愛國記者 他上次貼中了淘大會發生事 的確有發生事 那時候他形容是721的翻版 但那天結果有些藍絲,外國愛黨的人在搞事 但事情又未到那個規模去到721 簡單來說,中共有個劇本 劇本,那個鬼佬是沒有說錯的 這個鬼佬叫做Witcher Scorford 他今天又爆料了,因為他的料都準 上次中了,我們今天又爆料了 他說什麼呢?就是有電話 司機啊,名字啊 他說有個明天早上7點幾至8點幾 他就會運人去沙田 由元黨 早上7點多,送人去沙田 沙田那裡 可能由早上到晚上,他們都會有人部署 而他也會去屯門遊行搞事 這篇文書所說 他就說明天的策略 警察會盡量逮捕 有那麼多,只有那麼多 製造一個龐大的震懾效果 令到大家在12月1日不敢上街 就是這樣的 我看完之後,當然我自己 覺得這個劇本是可恨的 覺得他真的會做的 他真的會做的 好,大問題是成效或者效果 去到那些演員手上 福建邦,POPO手上 或者示威者,示威者都是演員 我也有演技 去到落到場 有很多變數 可能是另一件事 我自己幻想 如果明天應該有少量鬧叫 但是你說很大型 就未必有 而且現在的人都 都醒水 Be Water 理論上 可能會打一些難仔交 會施了 然後自己自行散 我自己這樣想 因為今天也有一宗 類似是這樣的 起泉灣 又是打架 又是私了 然後走人 我想明天的圖案 累近 他應該玩不到 好像721 甚至是警察來到 然後拘捕所有人 應該難一點 可能警察來到 所有人都散了 剩下那些藍絲 但明天 何君堯 召喚 那些人 應該有些攻擊力 我們都不可以發視 他有幾批 請回來的人 有些福建邦 有些廢佬 以何君堯的雜性 他請的人 是真客幫 何哥 那些人 都有些力量 有些攻擊力 不是為什麼搞到721出來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這件事 或者是何君堯 這個星期他最紅 變成了整個星期討論他的焦點 甚至他的對頭 薛浩然也要出來說說話 薛浩然就是劉王發的妹夫 以前劉王發死了 他的親戚仍然都很討厭何君堯 是對家 搶了他們在元朗的地位 因為何君堯是空降下來 成為了現在新一代元朗的皇帝 所以這件事是相當複雜的 因為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今天看回 為何元朗又會突然批准 不反對通知書又批准 有機會是配合劇本的 就是讓你們多些人來 多些人來走 但他這次是這樣的 不會說警察 可能被你動在那裡 照Laser 然後開球 不是了 而是先找一些 因為他徒弟已經是 有一個前賽的東西 即是試過劇本 發覺效果不錯 然後就來過加強版 又是做同一件事 叫人們先搞事 看看你們能夠打 看看前線勇武能夠打 就是這樣 但前線勇武能夠出手 如果他們不走 又會大量被捕 明天可能 這位記者就怕 有一個事情會發生 其實明天如果 對我們這些黃理菲來說 就不是那麼害怕 就算有事發生 我們看到你來遠 看到300米 看到福建幫 我也會閃人 當你警察一樣 也會閃人 再走多1000米 理論上 我們黃理菲就不要試 反而有一些勇武派 你知道吧 就是號戰的 你看到他們不會縮的 真的會 真的會撕了 會不會造成一些騷動 這個就不知道 還有控制到場面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這個策略 如果他說他警察策略 是盡量拉多些人 我覺得這個也不奇怪 因為現在時至今 警察總共抓了1400多個人 被檢控有200多個人 他也不自在 千多人都抓到了 喂 倒上去吧 2000人都可以這麼抓 所以理論上 明天 我自己就會早一點進去 不會太害怕 因為屯門我不是那麼害怕 因為想清楚 真的有路可走 四桶八達 有輕鐵網 有巴士網 小巴網 很多的 反而晚上的元朗 我就不敢進去 那個藍邊說 你是不能走的 假如地鐵封了 你不能走 地鐵封的理由 可以莫須有的 總之你們這幫人 在這裡聚集 我封站 甚至是 趁你聚集完 中間的封站 也可以 那你就 前無退路 後有追兵了 所以我又怕 九鐵會灑陰招 在元朗的位置 屯門也會 現在都會 告訴你 這位 鬼佬記者 都會告訴你 所以 我明天 各位 如果住屯門 想走遊行 明天都自己小心 另外 不止 鬼佬爆 還有一些 他自己是五毛 然後又爆料 跟鬼佬的 那版本差不多 他就說 大家都知道 721 屯門 722 又是機場的 和里塞 4.0 但其實去到4.0 機場已經是 應該 應該失去了 坦白說 上次已經失去了 已經失去了 何況 明天那次 據說 他又會找些人 在機場搞事 看看 這些爆料人士 說的 準不準 或者 他在機場搞事 然後 誣示威者 也不奇怪 總之 他就是 看回網上的劇本 說到 這兩天 明天那兩天 一定是有大事發生的 還要很大的 其實這樣看 中共的劇本 一向都大 有時做到 有時做不到 831 那次他最能威 理論上 會不會重複一次呢 這樣不奇怪 在港鐵 這些九鐵 所有機構配合之下 真的會的 大合窗之下 會的 你看到 現在香港 沒有一間公司或機構 是值得信任的 所以現在 沒有的 香港現在 本身 以我認知 其實香港人 本身 我覺得算是 冷漠的一群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剛才看 那些直播 那些網 我看到 人家德國 是因為全球暖化而上街 是嗎 人家 其實人家 是很國際性的 他可以為一個國際議題而上街 但我們香港人 有多可 因為一個國際議題而上街 通常是因為自己的問題而上街 OK 這次就是 被人燒了下來 反而要國際救援 是嗎 所以我覺得 經歷過這次的覺醒之後 香港人要學 言語現在那種 德國人那種精神 當你被救之後 學會謙虛 甚至是要幫助別人 人家德國就是 當年就肯承認 這個異戰的 一個錯誤 是嗎 肯道歉 是嗎 就有今天的成就 是一樣道理 所以他們很關注 國際的事情 但是香港人呢 我覺得還未到這個level 你連新疆都沒有人去支持 去遊行 是嗎 不要說國際的議題 是嗎 通常現在都在 自己的議題居多 就是因為國區的遊行 令到國區醒覺 發覺自己有個使命 不是說單純賺錢 賺錢 賺完錢 原來法國人 原來你住那個城市 一向都沒有公義 一向都沒有公義 原來一直都沒有 是吧 是自己欺騙自己的 其實你根本就是 很多香港人 可能到死那刻 才知道原來活在夢幻裡 所以這次 為什麼呢 你說屯門要遊行 明知 可能是一個陷阱 都要試一下 因為這些警告 有害怕的話 我一輩子都不用外出 不用遊行 明天一定是空險的 明天就 但是你只能看到 很多這樣的劇本 即是說出來 此是而非 我覺得半真半假 因為你有很多變數 不是說你一個人控制到 那個劇本 這個就是律政司突然起訴 眾志三成員 10月14日提堂 突然之間又拘捕人 是吧 拘捕了眾志幾個成員 就說他在國歌法公聽會上 抗議 他的抗議行動 突然之間拘捕人 那件事都半年前 突然拘捕人 你想想 又是 又是那個劇情 就是上個星期的劇本 林遊行之前 就拘捕一大堆 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 打壓聲音 眾志 即是黃之鋒那班人 都經常被拘捕 總之整個黨都被拘捕 一九樣的劇本 總之他就是 現在每個星期 會有一個原定的劇本 重複的 重複的 然後再加一些新的劇本 今個星期新的劇本 就是在商場找一些 藍絲搞事 但是很零丁 即不是大型的事件 是個別一兩個 就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省皮 不弄一些大活動 弄一些小的 就算了 這個法叔妹夫 即是這個 薛浩賢 他一向都是和何君堯不合 就是在大紀元 訪問裡面 批評了他 批評何君堯 其實警察要查他 說他的底部是不乾淨的 其在其在 鄉議局發聲明的割席 和這個薛浩賢割席 鄉議會是誰說事呢 就是劉王法的兒子 就是劉葉強 差點記錯了 劉葉強就是劉王法 法叔的兒子 人們叫他法仔 和自己長輩 其實應該和自己長輩 站在同一陣線 去吊咬何君堯 竟然和自己長輩割席 現在你看到 其實 為什麼元朗 那個勢力 劉王法的勢力 被削弱了 一來他死了 二來他的兒子 都忌諱何君堯 你看到 薛浩賢 他是他的親戚 罵他兩句 立刻說要割席 基本上我覺得不需要 特意去割席 人家薛浩賢都說 我自己說自己話 你為什麼要和我割席 關你什麼事 你此地無銀 你不需要特意割席 我是不代表你 一向都是 突然之間 劉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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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你不代表我 我沒有罵何君堯 你罵他 這個也挺搞笑的 劉業強 連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 這些不太重要 最重要就是劉業強 承繼了他父親 劉王法 那些 遺產 你論上元朗皇帝應該是他做的 但現在就被何君堯做 而且還要忌諱他 所以 你看回 何君堯的力量 不是說我們 叫做 很單純 看到他表面的 動員能力 其實他可能還有 還有更厲害的 把炮 都不奇怪 這傢伙 雖然是過街老鼠小丑 但仍然還有些 還有些渣辣 所以 為何劉業強要忌諱他呢 甚至聽回來的 街坊說 他說 何君堯不惹小 甚至是 劉黑的人 劉編的人 都忌諱他 都不敢跟他亂合作 那你就知道 這傢伙 真的有些事情 真的 可能真的 背後 不是單純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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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員人的 一個 一個 黑社會 那麼簡單 可能他真的 這個中聯辦 是全力支持他 不是說他 單純一個 他自己的言論 可能是代表整個 整個中聯辦機構 都不出奇 另外 這件有趣的 有一間 灣仔的新警員 竟然 譚詠麟進去 被仕頭婆趕走 然後說 不做他生意 不知道是否誤會 據說 他進去 不夠兩秒 就被人說了出來 那些食客 就很開心 就串他兩句 這樣 坦白說 譚詠麟這些 到今時今日 你看到他這個為人 你真的 幾十年來 香港就是一個 和平的城市 你都未認清到一個人的本質 到今時今日 大戰當前 國難當前 你就看到 哪個是人 哪個是鬼 原來是人 那班 原來真的很少 聊聊可數 只有那幾個 是鬼 就一大堆 尤其是TVB 那班人 全部都是鬼 另外 這個就是劉詠康 踢補成功 話說他824 那天 我也有去的 觀塘遊行 即是 那天大概有一個重點 就是 推倒那些 智慧登柱 他成功 就拿了 不反對通知書 拿了 你便可以遊行 對吧 他也是這樣的 那天 我也有去 也是這樣的 他有和理非路線 和勇武的路線 勇武路線 就會去牛頭角警署 那裏暴陣 甚至去Mega Boss附近 推登柱 理論上 這個 劉詠康就不是很關他的事 警察都照抓他 就是告他非法集結 但當然 就是告不成 所以劉詠康 都覺得 他都沒有什麼證據 告我了 索性踢補 踢補的意思 就是 例如 他可以第一天踢補 例如 他扣留你48小時 他問你補不補 然後你說不補 你有事就告我 就是跟他賭一局 如果他告你進 他就立刻提堂 他有證據的話 就立刻提堂 如果他沒有證據 他就會 就說你無條件釋放 無條件釋放 這樣 你就不需要去警署 作任何保釋 或者是宵禁 但是如果 你說保釋 可能 的確 你留在警署 或者新屋領的時間 會短一點 可能幾個小時 你都害怕 或者那些冷氣又冷 又想走 那你就要保釋 保釋 就要遵守 他的宵禁令 以及報道 以我所知就是這樣 定期報道 一個禮拜左右 一次報道 那就麻煩的 所以 劉詠康 可能 都 報道了幾次 索性踢補 就成功了 就證明一件事 警察那次是濫捕 嚇勾他的 就是這樣的 很多這些 仆街的行為 總之現在警察就是 就是用這些 來嚇勾你們 另外 蘋果 我想大家都買不到 就是 有一個 《徐步》 附送這個 《逸權運動100天》的特行 《自由之下》 這本書挺漂亮的 可以讓大家看看 內頁 有人截圖 《獅子生人年》 《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詞 《自由之下》 《自由之下》 還有 還有 有些圖 蘋果真的有心機拍的 有些韓拍 拍的照片 是挺壯觀的 如果有機會 應該保持一半 這些圖 真的 嘩 如果你有份 你會覺得 相當之感動 是吧 香港人為一件事而出來 但是 你看看這圖 最近網上的人都有討論 好像現在的活動少了 或者人數少了 這個沒辦法 因為白色恐怖 打壓得太厲害 你連黨鐵都不讓你搭 那你現在可以相信誰呢 九鐵又不讓你搭 那我只能夠在園區做一些集會 園區的集會一定是相對人少些 這個沒辦法 可能醉到幾百人已經偷笑 如果黨鐵不幫忙 如果黨鐵好像以前那樣 不理事 這樣就更好 是吧 但現在不是 現在變成了 仆街黨鐵 這些圖都相當之美 壯觀 這裡都列出了圖 每次遊行的主題 例如有些不要水貨走私 這些就是上水遊行 每張圖 你看到背後的建築物 大概都知道是什麼遊行 看到太空館 也是尖沙咀那些遊行 彌敦道那些遊行 紅帥 快閃紅帥 推嵐登柱 還有黃大仙 還有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彎仔 看不到什麼站 深水埗 深水埗 屯門 這些呢 砌得很漂亮 這個沙田 你一看就知道 就算這張圖很小 你都沒有感覺到 如果你熟悉香港 你就一定知道 一眼看下去 大概都知道是什麼遊行 還有滿載回憶 還有一些經典的美術圖 這些都是插畫師 專門為今次的革命而畫的 連儂牆 這些都是一些記錄來的 因為真的 香港我想幾十年來 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值得 就是說 就是叫做 這些就是 有一本書仔 就記錄低了 因為今次這個 這個運動或者革命 是很考驗人性的 你是站邊邊 你有沒有良心 就是這個運動 這個革命看到 像照妖鏡一樣 以前那些遊行算 對不對 得過且過的遊行 現在這些就不是 真的附上生命 每次都有危機的一種遊行 這個就是中學生 人演、集會 就是他那個分類都分類得不錯 還有這個廣板的燈購黑行動 相當之壯觀 那些車子都在著燈 去救人 你看 哇,多瘋狂 還有抗爭日的日程大使記 6月、7月、8月、9月 還有一些大特頭 就是抗爭青年 通常都蒙面樣 蒙了樣子 是梁繼平 去了美國那個 就騷了樣子出來 那些叫做勇武的信念 又說勇武派的 借一些理念 黨鐵下場 是831事件 就是講這個 香港之路 即是人鏈 周圍在玩人鏈 已經是 還玩到今天 你想想想 還有一些 出淚彈 一些蛋殼 這個 這個 《願榮光歸香港》 整天都快閃唱的 這首歌 還有一些文宣 排在一起 都相當之 就是 有紀念價值 一些文宣 還有 例行 警方記招 一尾講大話的 一些警察的 記者招待會 是 是 醜惡嘴唸 當然是 所以他這本書 都幾全面 人民鬥人民 生命 影響生命 都幾美 所以你見到 這本書 真的 算是做得幾美 我想你想想 沒有一個媒體 會做這些事情 很花心思 蘋果沒什麼厲害 除了他的直播 一些新聞 他做這些文宣 有一手 另外 澳門 又是 現在裝天眼 人面變色監控 我相信澳門人 又是感怒不敢言 你想想 那次聲門香港 已經是 密站 只站在那裡 不喊口號 都被人抓 那些人都熟了 天眼 他們澳門 都很硬 吃 很簡單 每年 收到那2萬 3萬的 暗口費 換來 就是沒有自己的私隱 值不值呢 我也覺得不值 至少 我們香港 你反對通知書 我都會游行 看到警察 看到黑幫 就馬上掉頭走人 亦都可以全身而退 只需要快速一點 基本上 所以明天我都不是很害怕 總之不要八卦 你一八卦走過去 有機會出事 一直都有說 這個就是 內地的公安 下來了香港 原來是這樣的制度 他們說 原來是有錢的 大概1000元一天 就是找一些內地的一些 公安 看他肯不肯下來 香港 肯的 就 下來 甚至是會犧牲 犧牲 犧牲就會封為烈士 就是這樣 就說去香港 平暴戀 據說在石家莊 和各地級的縣 去抽選 抽派警察 等人員 奔赴香港 這個一向都知道 現在就補充 這是大紀元的消息 我自己覺得 有些人說大紀元 不可信 不值得看 我自己覺得這樣看 你看他的新聞 有沒有誇大 如果誇大那些 當然不需要看 但他這些很平實 他就說 他請來地的公安 就是那些武警 警察下來 現在根本證實了 這些只是補充 港鐵 會成立一個保安隊伍 其實我今天也看到 如果你看上一條片 我去了太子站 考察 已經看到一些 是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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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算是老約婦孺 來的 是零食尺 一些 好像是那些 暴安的東西 即是接下來 可能他真的會 成立一對精 一點的 可能跟警察差不多 原因很簡單,7.21警察又不來 他們都要按急鐘 這樣就引你入來,你又打死人 港鐵他自己都怕 他就是怕,所以我覺得港鐵 他現在變成黨鐵是事實 但同時他都想自保 某程度我覺得 有些人未必喜歡保安隊伍 但某程度我覺得這個保安隊伍可能會代替警察 但可能會溫和一點 理論上應該不會亂打人 最多是維持秩序 為什麼港鐵是想自保呢? 因為我看到他的CCTV還沒弄好 太子站那幾部CTV是不動的 也讓他爛的 我也知道他有機會怕抽後算帳 或者那件事都告訴大家是未完 還有機會再查出來 其實他也是自保的 另外這個就是頭條新聞 那份報紙把所有藍絲的醫生出來 這麼搞笑 那些藍絲醫生連處在撐警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些藍絲醫生 其實有一部份我看完名字就知道了 有些是香港醫生 有些是內地醫生 其實香港有一批是內地醫生 但他們拿了那個牌子也是醫生 但當然沒有好香港醫生的資格這麼厲害 大多可以做醫生 但這個人名單 香港內地醫生都齊齊了 你看到列表也很多 藍絲醫生也很多 不要以為醫護人員 一定是黃絲 你這樣想就錯了 其實他們也有些很難的 就是這個 正種水馬 加裝這個鐵絲網 現在很誇張 整個正種 現在根本是在擴建 不斷建一些圍牆出來 那天 也有 上次去遊行都拍過進去 其實都不太攻得進去 現在害怕到這樣 就是這樣 代表他們 好像很懼怕 很懼怕建築物會倒塌 很怕他們那些 象徵物被倒塌 或者被整化 很懼要面 就是這樣 有一個 之前有個愛國的男人 愛國愛黨的男人 被人懷疑 私了 躺下了 然後進醫院 又不算重傷 也有些傷 然後他說 死過翻山 不言悔 你見到 其實中共很懂利用 這班傻傻的藍絲 利用這班人 愛港愛國 就是找他做烈士 藍絲那邊的烈士 就扔他出去 搞事 那樣的 所以你說 明天會不會有事出呢 不奇怪 真的有些按鈕 那些藍絲 上前 搞事 又不知道被中共控制的話 就會有些事發生 下個星期 林鄭會在醫館 搞一個公開對話 當然 也是抽籤 才會進去醫館 如果他真的搞的話 真的有行為 到時候有行為 下個星期四 取消銀行 都可以 現在民怨這麼強 他都不需要去 其實基本上是浪費 林鄭 其實我相信 都沒什麼人理他 就算他有新聞 都不理他 都不需要理他 現在基本上 香港 你看到 現在政府的人 都說明 已經 五大訴求 他們不會再吞 一味在那裏做騷 做騷 假裝 起樓 改善民生 暗馬底 自己抬高樓價 令香港人民不聊生 基本上 沒有做過 所以 美國人權 與民主法案 裡面 有些人都在 吵架 香港的政府 也都看到 香港政府那種腐敗 所以 這個實在通過 但當然 這個影響 我覺得都是 一般的 反而如果英國跟 那就厲害了 所以 為什麼他那時候 李小嘉 打算買這個 鄰交鎖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想 我給你錢 你不要跟美國 就是這個意思 我和你做盟友 你不要跟美國 如果英國 又跟他整個人權 及民主法案 那就糟了 因為很多人 都是英國人 現在很多官員 都是這樣 這樣才有個力量 大主要說到這裏 那些新聞 明天 如果他去的 大家自己小心點 如果你說 看直播的 都OK的 好 多謝收聽